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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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同样是要来攻读我们天然古佛为我们大家慈悲的 慰己事故的圣讯 好,我们请淑娟再来帮我们复习一下 上下昏云又欲鬼产,离树为念其自由生 与古人积为后世尊,不保经浴,忠信自律 多文秘心,不习其谋,实见义合,人情激进 建立名义,始众典范,无徒耳潮,甚知连针 财获不贪,生涩不淫,亡者无憾,无须追悔 事与非也,流言不及,所争民过,不再谈论 来者不欲,心意平和,事工靠权,亏于解操 胡卓交行,思想安分,自信自情,莫有不前 待人而行,不断其威,报德不小,不仁何损 众结不拒,兵主不择,祭前且述,岂可入饮 不可欺患,刚毅君神,居处不过,简单素养 饮食不入,清淡均衡,乐道无用,诱人安平 心不可洁,尽不可破,过失为变,不可面熟 上去不惨,下受尽心,身可为也,置焉人多 博学不穷,笃行不倦,幽居无邪,尚通不困 礼必以合,悠游以法,目弦柔众,悔方瓦合 充裕德性,宽广胸襟,适智不轻,适乱不拒 同己不语,异己不悔,物存佳玛,功高至今 昨天我们读到了这一段,我们再复习一下 那这边讲的是一位大同理想的实践者 他也是一位温文儒雅的儒者 善于亲近人,文过者习,忠贞不二 其次,实践理想的志向是坚定不可动摇的 广博好学,笃行不倦,不作邪辟,通达无碍 其三,这位温文儒雅的儒者 他是以礼来修炼太和 目弦荣重,以充益德性 心胸广大,平易尽人 其次呢,还要能做到,不因志士而轻挑 不因乱世而沮丧 同己不语,同意己不非 不骄慢,不自尽 素如来帮我们读这一段 早生欲得以辅国君,成盈而福,静言正知 上下不知,安可激进 砥力连于博学之福 虽国有份,本事如成 无可限量,国定昌运 经营世道,交礼推翻 乡下不厌,手艺而尽 不同南前,方艳温文 善与人同,运戒后宫,并能和乐,各存信任 何志造福,百姓人云格 好,这一段告诉我们的是一位大同理想的实践者 他也是一位能够以德来辅佐 君上的人,那种真辱 所谓的以德辅君呢 他是能够成言守正 就是建征国君,能够守正 守君子的正道 上下一心,互相激励,以求尽 其次呢,这一位以德辅君的真辱 他能够跟人互相砥礼 气节操守,连结而博学 打理而民愤 其三呢,以德辅君者 即是以道,今世,晚颓风 待人牵下,恭敬不厌倦 行义守正,以尽得是修业 成就温文守中的厌辅 其次呢,以德辅君的真辅 是善以仁同,运厚得 诚信何乐,达太和 结合志同,造福天下明 好,我们今天要来到的是 最后一段的结尾 第六段 王讲师有在线上吗 君子护眠,最感动能 让位举荐,闲能显达 当众应变,设计安文 顾求后路,己心归存 不万人报,私欲少尽 看清参疲,果知心心 爱君爱名,永不遗转 外己泪秤,不必酬轻 立国翠节,忠心功云 辱家应运,如智辱行 时代衰疏,人心莫意 无人知之,为根为本 敦品力学,寡愿无恶 功省得省,始终尽胜 美在埃迟得,万事成心 我们第一小段请 陆姐 君子护眠,最感动人 让位举荐,闲能显达 当众应变,色际安文 君子之间,互相美丽地 最令人感动,必能让位 举荐贤贤能的人才 让人才发挥才能 担任重则大任 好好治国安民 使国家设计安定平稳 好,那同理想的实践 这边最后我们天然谷侯给我们勉励的就是要有一个团队的努力 能够建立一个互免互利互让位互几贤的这样子的一个团队 这个叫做真如的团队 这个真如团队 硬做起来是非常感动人心的 而且能够担当大任 而且能够稳定安定人心 安定设计 所以这个真如的团队 就是实践大同理想最重要的一股力量 小沛 不求后路己心归存 不忘人报 私欲扫尽 看清脏痞 我知心心 不求后路让自己心性不归存福 也不忘人回报 将私欲扫尽 如此才能看清善恶得失 自然真我本性喜乐自得 其次呢 这一个真如的团队 他一定都是秉着天心 大功武师 不为自己来着想 也就是不求个人的后路 只求人心的淳朴 不忘人回报 只忘人心向善 回归本正 那个叫做自然真我本性的展现 让每个人真正得到喜乐 这个是这个真如团队 他们最大的气球 好 叶力讲师 爱君爱民永不移转 外举虐寸不必酬亲 立国粹节忠心公民 爱君爱民的心直到永远 永不转移 在举荐人才时 只问是否贤能人才 不会因为避嫌而不保举自己的亲人 也不因为避恨而不推举自己的仇人 只要对国家有益 则鞠躬进瘁 竭尽所能的去做 灭心所存的是一片忠心志功志正 好 其三呢 这个实践大同的真如团队 他一定是一股慈悲的能量 一股最大的爱心 能够爱君爱民 而且那一份心志永不改变 所谓的内己不必亲 外己不必贤 这个己拔贤能不必酬亲 甚至这个人跟我有仇 那只要他是真正有才华 有能力的人 我也会己见他 所以这一个真如的团队 他是真的是大家同心同德 一心一意为实践大同理想而努力 然后呢 即使在以前曾经发生过不愉快的事的人 我也会己见他 为什么 因为有共同的心志 要一起努力的话 这叫做 几拔贤能不必酬亲 那只要有利于国家人民的 都愿意 即使急功进罪 死而后也愿意去做 竭尽那一份忠心 那一片忠心 自公自正 那一份心 好 书圈 如家应运 如智如行 时代税疏 人心莫义 无人自知 为根为本 现在乃是如家应运 当于如者之举止行仪 待人出世的原则 行如者之行为 时代税不同 但这颗人心千万不要改变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 这是根 这是本 好 其实呢 那我们天然古佛勉励我们 要知道天使 要知道道运 现在已经来到了如印白仰 所以大同理想的实践 靠的就是这一个团队 这一个如智如行的真如团队 那大家一定要同心团结 不要标榜个人 单打独斗是没办法成的 一个团队来努力 大家都是真正的如智如行的真如团队 一起来努力 散播真理散播爱 启迪人心之至善 让每个人都知道 回到根本 回到顾家乡 最后还有一段叮铃 来输入 敦品力学寡愿无恶 恭行百行始终尽胜 美哉此得万事垂心 时刻都要敦厚涵养品德 勉励自己去学习圣贤如者之风伴行事 无怨无由 身体力行各种品德修为 有始至终 都要谨慎恭敬的奉行此种百行 那么则是完美的来实行这些美德 终生不变直到永远 万事都兴香 最后天安古佛提醒大家 要成为白阳的圣贤如者 白阳的圣贤如者 前面所讲的 其实是我们天安古佛 给我们慈悲一位时代的真如 他应该有的那种风范特质 如果我们仔细把它读下来 大概我们很少能够看到 这么完整这么清楚的 把一个时代的大如真如 讲得这么清楚 真的这一篇非常值得 我们大家仔细的再去研读 再去研读 那整个内容其实不深 讲的都是一位真正的 叫做圣贤如者应该有的修为 要谨慎恭敬奉行种种实践 大同理想的德行 展现如风道放的美德 自然就能够万事垂心 所以这一段的重点 是在勉励我们大同理想实现 需要有个团队的努力 这个团队一定是一个同心同德 负免负利负让位负己贤 是一个最能够感动人心承担大任 安定平稳的团队 其次呢 这个团队叫做真如团队 他不求厚禄 只求纯朴 不忘人回报 只忘人心向善 回归本身 其三呢 这个实践大同的真如团队 他爱今爱明的心永不变 几拔贤能 不必酬轻 只要有利益国民 急功尽瘁 竭尽忠心 其次呢 如印白杨 大同理想的实践 靠的就是如智如行的真如团队 散播真理 散播爱 启提人心之至善 最后 天然古佛勉励大家要成为白杨的圣贤儒者 谨慎恭敬奉行 种种实践大同理想的德行 展现如风盗放的美德 自然就能够万事垂心 好 最后还有一段结尾 来 王讲师 感谢维环上帝 天恩浩诞 苏天先佛历代圣贤 鼎力护持 彼乐祖师 弘辞大悦 让世界大同义书 得以圆满完成 加上众徒儿一次一次地研讨 一次一次地进步 为师我故今满心欢喜 无限安慰 好 我们已经来到最后的一篇圣讯 但是好像后面还有几句了 还没有全部完成 那我们佛佛老师在这里已经跟我们 算是做一个鼓励 说我们大家的努力得以圆满完成 其实这里就是诸佛菩萨 从老母 天恩的浩大上帝 还有诸天先佛 还有诸天历代的圣贤 这个都已经成道的这些圣贤 的鼎力护持 还有米勒祖师的弘尺大院 所以我们这一部世界大同书 得以圆满完成 那我们一次一次地研讨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我们每天早上很幸福 能够一起来读训 其实我们看看古人 古人在修行 他们你说佛家好了 佛教的修行 早上四五点就要起来 他们做早课的时间 大概至少一个小时 甚至到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都有 我们大概半个钟头 其实这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要求 自我的要求 修行如果没有给自己一些自我的要求 那就不叫修行 因为修行 我们的八央旗的修行 其实是非常生活 生活化 生活当中的修行 所以它更需要一种自我的要求 有时候每天早上又能够起来 一起共同来学习 那也要毅力嘛 也要结心嘛 那修行难道不需要毅力结心吗 当然也要 把早课当作我们每天的修行的功课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 每天每天会有所成 有所进步 很重要的 好 我们 录解 所以讲到十集的纷乱 我们每一位时代的真如 更是要能够成为一股清流 要有礼乐来归换 影响人心 让人心能够向上向善 当然自己的信念很重要 要以道德为标杆 提醒自己 自己就是圣贤先佛的行列 那同时圣贤先佛也会 时时刻刻来 跟我们长相左右 大家要共同来努力 所以一定要战战兢兢 好好努力 再来小佩 又勉努自己 乃是趁愿下凡救世的天使 怎可不让自己 即尽所能地充满正气 发挥慈悲心呢 若人人以此自我要求 相信都能成为一股 安定社会的力量 更是实现世界大同的基础 所以勉努自己 这个佛老师勉努大家 那在先佛的眼里 每个人其实我们都是 严态佛子 众生皆有佛性 只是我们现在在人间迷失了 所以要赶快醒过来 了解自己 原来是趁愿下凡救世的天使 这样子呢 我们就会振作起那股力量 那股充满正气 发挥慈悲心的那股能量 那这个都是要自我要求 如果做这种事情 就是 发挥我们的 慈悲 散播真理 散播爱 这样的事情 就会成为 安定社会人心的一股力量 也是实践大同理想的基础 叶利讲师 信文是用来研究的 不是用来装饰 研究信文是用来修正自己 不是用来指证别人 修正自己 是为了得到良知的认可 不是为了得到世人的赞誉 愿无爱徒 念之在之 终生力写 免之勿忘 最后 佛老师给我们的这一段话 我们以前也常常 引用来自我勉励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 因为我们每天早上所读的 就是圣信 就是信文 所以信文呢 不是摆在那里 用来装饰 而是真的 你要把它好好地探讨研究 而且研究信文 是要修正自己 不是用 我读了这些信文的道理 我用这些信文来指责别人 信文的道理来指责别人 指证别人 不是这样子 是要用来修正自己 是为了得到良知的认可 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赞誉 所以这个是佛老师一段非常重要 以重心长的话来勉励我们 所以厌武爱徒念之在之 终生力行 免之勿望 感谢我们天然古佛的慈悲 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读我们的白话讯 这个是在2009年阿根廷 10月9到11 讲的是米勒净土四大性质之二 愿欲 这很特别 你看这两个字 我们就会想说应该来好好了解一下 到底基工老师跟我们讲 什么是米勒净土 怎么会有愿欲 这两个字的关系呢 好 来 淑娟 成为一位白羊的圣贤 今日你们参与这个圣位 是以着一位要亲口的人才的心来入班 或者是以要成为一位白羊圣贤的心 但在此之前必须亲口的原因而来入班的人 你们在韦师讲话的同时 有没有同步欢迎给所有人了解 既然如此的话 刚刚的问题应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们就直接说出自己的答案就好了 觉得自己是属于第一种 就是为了成为亲口冷叉 而来入这个班的人举手 觉得自己是属于第二种 是为了成为白羊圣贤 只是亲口是必要的过程 所以来参加这个班 来立院亲口的人举手 好 大多数的班员都举手 可见能够跟博博老师相应了 其实上天其需我们的 不是说我们来参班只是为了亲口 这是一个亲口班 来参班 亲口只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也是一个入门坎 基本的入门坎的基本条件 真正上天其需我们的 是要成为一个白羊的圣贤 属如十分神圣的一步 似乎大家也犹豫不定 究竟里面的含义何在 当然亲口就是十分神圣的一步 你们今日能够立定志向 踏上这一步也是十分不容易 但是如果你们还有更大的志向 把你现在所做的这一步当作是一个过程 而你还能够有更宏伟 更终极 更根本的目标存在 并且坚定的在你心底奠定的方向 那么这三天为师所讲的道理将会不一样 要能够体会自己所做的事情 是十分神圣的一步 这样子我们才会尊重自己 看重自己 努力的守好我们所立的愿 因为这个是十分神圣的一步的开始 踏上这一步是不容易的 所以佛老师说那是十分不容易 那得要有很大的志向跟愿力才有可能 因为这一步是要当白羊圣贤 不是只是来历宴亲口这样子的一件事而已 我们还有更宏伟 更终极 更根本的目标 那个就是上天对我们的起习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成为白羊的圣贤 白羊圣贤就是方才 我们天然谷国跟我们勉励的一位时代的真如 那王讲师 不要有临终之前的懊悔 所以就看在你们的选择如何 乃兰维斯决定到底该对你们说些什么 常常有人在临终之前 懊悔自己没有去过某些奇景观点 觉得世间最美丽的风景还没有欣赏到 而最应该体验的经验也还没有体验过 或者是某些一定要做的事 并没有去做 该对某人说的话也尚未说出口 大家想如果死亡尽在眼前 那你会有这些遗憾吗 好 孔子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朝闻到细时可以 就早上听到一个非常宝贵的道理 就算晚上不幸死掉了 也不会感觉到懊悔 不会感觉到遗憾 所以不要有临终之前的懊悔遗憾 这是佛佛老师勉励我们 我们常常有人在临终之前 懊悔自己没有去过哪些地方 没有做过谁什么事 没有完成什么事 那世间最美丽的风景 永远都不可能让我们欣赏完的嘛 那但是呢 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没做 你没有去体验 那真的是会懊悔 尤其得受真理 能够为一个理想去努力 我们曾经做了 即使没有达到 代表美好的这个过程 我们经历了 即使还没办法达到 后面自然会有接棒者 但我们就不会觉得遗憾了 好 那我们就要开始真正进入 季光老师要跟我们谈的 弥勒净土的性质 这是讲第二个性质 叫做愿遇 陆姐 弥勒净土性质之伴 当然刚刚所讲的许多 都是人间的光备 也许你从书上 唯美的故事上 听过了许多这些想法 从而灌输到了心里 所以你或许对你自己 会在死亡前 抱有缺憾的事 还有点朦朦朦朦 但这观点有个可取之处 就是要你们去想 有什么事是你该做 却还没去做的 有什么话是你该说 却还没有去说的 我们佛佛老师很直辈 其实他就是在启发 我们那一份 愿的力量 比如说他这边讲说 有什么事你该做 却还没去做 有什么话你该说 却还没说 那其实 我们发心发愿 是一个修行者 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发菩提心 那一份愿力产生出来 但是有些人就是发不出来 所以这个米勒净土的性质 第二个要跟大家讲这两个字叫做愿愈 其实就是那种发心发愿 就是你要进入米勒净土 你没有发心没有发愿 是不可能进得了的 因为他需要有一个动力 要不然我们可能从生到死 就会觉得朦朦朦朦的又过了一生 然后有很多缺憾 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发心 没有发愿 我们继续来读 小佩 丢道的人生 你会因为还没体悟 提升到某个境界而感到缺憾吗 半道的人生 你会因为没有度到你该度的人 没有在道物上 进到你该尽的力而感到痛苦吗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感觉 是因为你并没有感到死亡 或在眼前 所以总觉得有一天能够去完成 确实你要在人间存活 需要很多精力 时间 功夫 但事实上 只要你有心 你还是能够找出最精要的精神 来办理找该办理的事 把这一点放在心上 常常去反省 去重生 让自己更不一样 更升华 好吗 好 要有那一份心 首先一定要感觉到 自己如果没有赶快去做 人生就是这样 无常的 那我们也许有一天 我们想做的时候已经没那个力了 而且可能也没办法做了 说不定连走路 行动都有困难了 那时候我们想要去做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佛老师这边 他就是勉励我们 要启发我们 发一个心嘛 所以他说 你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感觉 是因为你并没有感到死亡 迫在眼前 所以总觉得有一天能够去完成 所以我们人有时候健健康康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去想 就是说啊 我要赶快把握时间 好好来完成我该做的 想说以后再来做 等我有空再来做 可是当死亡迫在眼前的时候 那时候再想说啊 我都没有去完成我该做了 那时候就会感到痛苦 那时候感到遗憾 所以我们要把握我们现在还能够活得好好 我们还有多少精力 多少时间 多少功夫 真的好好把握 把该做的事情好好去做 所以佛老师在这里呢 他就是先勉励我们 让我们透过还行 有一个重新的那种愿的力量产生出来 叫做愿欲 当然要做什么 佛老师后面跟我们引导 这个做什么呢 就是要去成就米勒净土 怎么成就自己 其实那个也等于是一个成就自己的过程 好的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